我造成文科学生的数量猛增 其实文理我们以前 我高中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四个班 三个班是理科班 一个班是文科班 现在的高中教育设置也基本是这样 理科班多文科班少 因为从社会人才的需求量来讲 理工科人才的需求量明显要大于文科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结果你这文科院校 文科专业猛增 你说社会要不需要这些文科毕业生 他就业就非常困 另外一个文科毕业生 有的时候是万金银 你看样样都行 也可能样样都不行 就他的可替代性非常强 体现在什么上 比方说理工科的学生 我在学校里通过修第二学位 我可以学法律学哲学 不是很困难的 我也能学 可是文科学上 你要想修一个理工科学位 那可难了 你很难达到一定水平 所以就是文科的替代性更强 而理工科替代性要弱些 所以现在对于很多高校的文科毕业生来讲 毕业就失业了 找不到 我 我